人世间有一种爱,没有奢求,没有谁对谁错,义不怪,缘显情深,情有独肿无可厚非,相互的欣赏没有罪,无奈的转身也在情理之中,红尘中情为何物,原味何来,莫为应由,情自分无解,直到是,相素,是一枪智慧的互补,相应,是一却优美的断章,相惜,是一种情意的升华,相念。 是一份别样的美丽,人生不论长短,总要经历很多,有些人无法与话成名记,有些事无法沉淀为回忆,对于一些伤痛的人与事,要学会走过了就要淡漠,转身了就要遗忘,为了如此,我们的行忙才不会太沉重,我们的身心才不会太疲乏,要记住,相聚是短暂的,分别是永远的, 任何人都不是你永恒的挂签,任何事都不是你所有的可怕,心情乱了,就想下自己的错误,心情好了,就看看周围的出发,因为自己还要接受很多的话语和事迹,必须拿出勇气接受属于自己的今天, 因为还有明天在等待自己,岁月的启程不会让时间停止,时间的起步和自己永远同行,不要因为心情的烦乱,而丢失时间的追随,漫长人生中,什么都不是一眼看到头的, 一时的春风得一算不了什么,一时的失败也不能算数,人生进退是尝试,想要成功,关键在于能不能熬得住,所谓熬,是不轻易放弃,不轻易改变,是欢喜周期有一份民众, 被爱时多留一丝希望,是对生活的负责任,是谨慎对待每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,岁月如歌,心情如花,总有一份情,让人总不能忘却,总有一段缘,全是人生遇见,因为懂得,所以珍惜,所有花开,都有温馨的理由,所有夜落,都写着浓郁的千块,时间,会沉淀最真的情感,风雨, 会考验最乱的陪伴,当你忘了自己的过去,满意自己的现在,模式自己的未来,你就站在了生活的最高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